什么是焦虑症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马宪苍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精神心理科主人医师 焦虑症又称之为焦虑障碍 它是我们过去所说的 大家过去老百姓所说的一种神经冠农症 大家一听神经冠农症都知道啥意思 但神经冠农症它不是一个病 它包括了很多的疾病 其中就包括了焦虑症这样一个病 所以说焦虑症的发病的原因到现在为止 仍然也是认为不清楚的 但是也是跟抑郁症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假说 在这个假说里边 仍然第一个因素是生物学的因素 就是它跟它的基因 以及大脑内的代谢的紊乱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就是跟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系的 这个心理社会因素跟抑郁症不一样 抑郁症可能是严重的心理社会因素 而焦虑症它出现的心理社会因素呢 更多的是生活中间鸡毛蒜皮的事 比如说人际关系的紧张 婆媳关系的不和 夫妻关系的不和 子女的教育困难等等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焦虑症容易有人格或者我们叫性格的特点 也就是说有一定性格特点的人 容易患上焦虑症 哪些人呢 这些人的性格我们叫做强迫性的人格 就是干什么事情总是追求完美 总是想干得尽善尽美 别人干的他感觉到还不放心 再一个 总是感觉到时间的这种不够用 食不带我等等 这样一些性格更容易患上焦虑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